姓涛哥得满分 同学们好 我是学生思维网校的读涛老师 那在上一讲的时候呢 我把历久给同学们留作业了 不知道同学们做得怎么样啊 我说这个题呢 需要进行分类讨论 那么讨论的情况还比较多 同学们呢 可以听我来讲一下 顺便对照一下自己的答案 看看自己是否做对了 那么这个题的关键在于 有没有发现 它也是带绝对值的 但是它带绝对值的方式 跟我们历巴的那道题 带绝对值的方式不一样 在这儿是不是有个 X加Y的绝对值 它如果是X的绝对值 加Y的绝对值 那这个题就很容易了 是吧 就跟我们历巴的操作完全一样 这一次呢 它是整体加了个绝对值 因此呢 我们要讲解这种方程 就要把绝对值符号给去掉 那绝对值在这儿有三个 对吧 如果去这两个绝对值呢 应该还比较容易 是不是就是 X和Y是正数或者负数的时候 分别去 去绝对值 对吧 大于等于0 小于0 什么之类的 对吧 其中有一个加一个等号 不可以 但是这一个呢 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去绝对值 是不是还要判断一下 X加Y整体是正的还是负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这样来分类啊 第一类我觉得比较简单 就是当 X大于等于0 然后Y呢 也大于等于0的时候 如果他们俩都大于等于0了 你明白 X加Y一定大于等于0 对吧 所以原方程变成什么形式了呢 X加Y 因为它大于等于0 所以直接去 对吧 X加Y等于一个1 然后 下边两个绝对值呢 也是直接去 X加2Y 它等于一个3 好 出来一个这样的方程组了 那我们解它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把这两个式子一减就完了 X减X没有了 2Y减Y 直接可以解出一个Y呢 是等于3减1等于2的 如果Y等于2 那么X等于多少呢 X是不是等于-1了 那解完以后 这个答案符不符合要求呢 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我们的前提条件 是不是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了 你的这个Y确实是大于等于0的 但是你的X等于-1 有没有发现它不是大于等于0的 导致不满足前提条件 其实并没有做完 你这一组解是需要舍去的 它不符合要求啊 不符合要求 那下面我们来考虑第二种情况 就是当X小于0 Y小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明显 X加Y是不是一定是个负的 那原方程 X加Y是个负的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负的 X减Y 要把它全都变成相反数 是吧 等于一个1 下面呢 是个负X 然后减去一个2Y 它等于一个3 出现一个这样的方程组了 下面我们再来解 又注意一下 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先还是做一个减法 那么这次我建议用上边来减下边 上面减下边 负X减负X没有了 负Y减去负2Y 它是不是应该负2Y加2Y 还是Y先出来 对吧 Y这次等于一个1减3 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负2 如果Y等于负2 那么负X减负2 是不是负X加2 等于1 负X加2 等于1 那就是负X等于负1 X是不是又等于1了 对吧 如果X等于1Y等于负2 我们是不是又得去验算一下前边的前提条件 对吧 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X小于0 Y小于0 你的Y确实小于0 但是你的X呢 它不小于0 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依然要去把它舍去 哎 已经讨论完两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是不是就是他们俩一正一负 对吧 一正一负的时候 又要注意 我们首先可以当X大于 等于0 这个时候呢 我们让Y小于0 好吧 让Y小于0 那如果X大于等于0 Y小于0的时候 其实又要分成两类 因为这个X加Y啊 它是正还是负 对于一号两个相加 是正还是负 你需要去判断什么呢 谁的绝对值比较大 如果正的绝对值比较大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正的绝对值比较大的时候 得出来就是正的 而负的绝对值比较大的时候 就得出来是负的 所以我们在这呢 先看一下 如果X的绝对值 大于Y的绝对值 或者说大于等于Y的绝对值吧 其实在这已经不存在等号的情况了 因为我们在这没有取等号 等会儿 他们俩绝对值还是有可能相当 X绝对值大于等于Y的绝对值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正数的绝对值比较大 对吧 所以X加Y 是不是肯定是个正的 又变出一个方程 既然正的直接去X加Y等于1 然后呢 下边因为X大于等于0 所以X直接去 Y小于0就是减2Y等于一个3 对吧 好 这个方程组 我们来解一下 是不是还是过减法 上边减下边 那么应该得到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3Y等于一个2 对吧 3Y等于一个2 Y就等于一个三分之二 那么X呢 就等于一个三分之一了 是吧 3Y等于一个-2 这个地方我们符号有点问题 3Y等于一个1-3 应该是-2 所以我们的Y等于-三分之二 那X就应该等于一个三分之五 对吧 三分之五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双三分之四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我们来再验算一下 前面的这个情况 X大于等于0 没有问题 Y小于0 没有问题 X的绝对值比Y的绝对值大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答案 是不是应该是符合要求的 哦 那下边应该是什么呢 X的绝对值 小于Y的绝对值了 对吧 小于Y的绝对值了 好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正数的绝对值比较小 负数绝对比较大 说明X加Y是个负的吧 那应该变成了一个负X 减Y等于一个1 下边呢 我们还是不变的 应该是X减2Y 它应该等于一个3 对吧 X减2Y等于3 那得到这个了以后 我们也去解一下 这次我觉得应该做加法 可以消X 对吧 这是负X 这是正X 做个加法 你其实应该是个负3Y 再加是不是负3Y 等于一个4吧 那Y就等于一个负的三分之四 如果Y等于负三分之四了 负X减Y等于1 那负X加三分之四等于1 负X就等于负三分之一 X呢就等于一个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 我看一下 加三分之八 正好三分之九等于三 没有问题 那这个符不符合要求呢 X大于等于0 Y小于0 然后X的绝对值 还小于Y的绝对值 也没有问题 这组答案是不是也符合要求 那已经把这个X大于等于0 Y小于0的情况讨论完了 最后还有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X是负的 Y是正的 又有两种情况 对吧 那这一部分我就先擦了 因为黑板写不下去了 这两个也是需要舍去的 它不满足我们前提条件 那现在我们把这一部分擦掉 这一部分擦料就是当 X小于0 然后Y大于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又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X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一个Y的绝对值 还有一类情况呢 是X的绝对值 小于一个Y的绝对值 对于这一类 我们这次是不是负数 X小于0 负数的绝对值比较大 那导致这个玩儿 是不是加起来 应该是一个负数了 所以是一个负X 减Y等于一个1 下边呢 我们X的绝对值 因为它小于0 所以是个负X Y的绝对值 Y是大于0的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是加2Y 对吧 加2Y等于一个3 好 这次看看有没有符合答案的解 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是做减法 又用下边减上边 2Y减负Y就是3Y 3Y等于一个2 对吧 两个东西相减 3Y等于2 那么Y应该等于一个三分之二 好 X呢 你现在负X减三分之二等于1 所以负X应该等于一个三分之五 对吧 负X等于三分之五 X又等于负三分之五 这个行不行呢 我们的X小于0 没问题吧 Y大于等于0 没问题 X的绝对值大于等于Y的绝对值 没问题 这所写也符合要求 最后这一个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X绝对值小于Y的绝对值 负数的绝对值它比较小 所以我们加起来应该是个正的 导致这是X加Y等于1 那下边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变了 是个负X加上2Y等于一个三 好 两个式子应该相加 对吧 这次我们一加 X没有了 3Y等于4 Y就等于什么呢 Y就等于一个三分之四 导致X应该等于一个负三分之一 是吧 好 看看符不符合要求 X小于0 然后Y大于等于0 X的绝对值小于Y的绝对值 是不是也符合要求 那导致我们最后有几组答案 是不是有这样的四组答案 本来有六种情况 但是前两种情况不满足我们的前提条件 所以呢 需要舍去 那么后边四种情况呢 分别讨论出我们四个解 而且这四个解呢都满足我们前提要求 导致这个题呢 一共有四个答案 不知道视频前同学们做的怎么样 你们要是能把这个题啊 六种情况都讨论出来 而且还舍去了两种 那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 起码考虑问题很严谨 而且呢 计算呢 也相当不错 好 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